而这起大火是烧毁了上千瓶的厂房 那么其中最受关注的货品大宗就是卫生纸了 那么PC Home也表示说 这一次的损失大约是占营收的0.6% 那么推估下来至少是有1846万元的财损 而专家也分析了说在疫情之后 PC Home的销售策略的确做出了很大的改变 像是日常消费品卫生纸就成了消费的主力之一 民众除了买卫生纸之外 也因为要凑运费 也会顺便买其他卖场的商品 新北市领口区占地上千瓶的PC Home 四间仓储全被烧成一片焦黑 PC Home凌晨发重讯表示只占营收0.6% 不影响订单 仓库内的货品以卫生纸为大宗 以6月营收30.77亿推估 光是商品灾损至少1846万 疫情之后PC Home销售策略大改变 日常消费品的卫生纸成为消费主力之一 PC Home卖场中各数各样的卫生纸品项 不只成乡成乡的卖 还可以搭配优惠 价格甚至下杀到半价 但卫生纸毛利怎么赚 专家表示国际只将价格幅度大 业者可透过价低时大量买入 加上卫生纸没有保存期限 包装费用低 因此获利也相对高 从去年的销售数据来看 PC Home日用品销售第一名 就是卫生纸 一年销售上千万包 可堆叠一千八百座一零一大楼 而且民众可透过年节 优惠档期购买 还有相购组合 消费力相当可观 今年六一八年中庆 短短半个月时间 消费金额高达七千八百万元 其中电子票券买今年增百分之四十八 大型家电月增百分之三十 3C周边略增百分之二十三 日常消费品也有略增百分之十一 一场火简也烧出电商平台的销售站 而是新闻财好奇 曾经顺 台北报道